大家好,我是飞台欧林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之前咱们在这个隔桥而战中 用的是近战兵种 这期咱们用远程兵种 再来对决一次 首先我们用法老王 两边都是相同的数量的法老王 我们来看一下战果如何 这像龙珠打出去的气功波一样 非常快 因为咱们开启的是连发模式 这样才过瘾 目前还没有结束 哦,已经结束了 红方火深 非常激烈的厮杀 咱们也看不清中间是什么 反正全是这个光焰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奴车之间的对决 你看这家伙什么造型啊 红方也有 拉满 准备 我们用慢动作来捕捉一下 看一下 哪一方可以获胜 蓝方获胜 一瞬间 基本上都是全部击杀掉了 蓝方可能是优先击杀 所以判定他获胜 再来我们看一下 相同数量的烟花弓箭手 能不能在一回合内把对方给PK掉 哇 就剩一名了 双方都剩一名了 哇 这两个烟花是插身而过 现在桥上已经没有烟花弓箭手了 只留下了一把弓 你看上面在 闪着光 就像无数的星星一样 他们都化作了星辰 最后一名 谁优先摔下来 谁就判定失败 蓝方活生 依旧是相同数量的投资车 我们来看一下 黑石头都砸在了一起 还好是连射模式 可以持续的输出 谁能把谁砸赢 加油 蓝方获胜 蓝方还存活了蛮多的 这局咱们用喷火龙来对决一下 由于地形的限制 我们前方和后方的五龙师傅 这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 你看他们现在已经接近疯狂了 太恐怖了 这边太高了是不是 好我们就开始吧 双方的龙头都开始下坠了 龙尾巴翘了起来 跳了起来 非常的好看 他们已经不是单纯的喷火龙了 跳跳喷火龙 现在桥中间都是火焰 他们都把头挂了下去 现在护怼 谁能怼赢 蓝方已经没有龙了 有有有有有 差不多 红方两条 蓝方也是两条 刚刚还在跳着 现在跳不动了 蓝方也是要跳下去了 这边龙头都挂在这边 由于他们的尾巴还是在上面 你看他们这个尾巴奋力的 在固定住尾巴 不让它掉下去 所以他们的龙头都是挂在下面 这条红龙居然跳了上来 对方看见它跳上来了 蓝龙也跳上来一只 哎呦 没跳好啊 没跳好 又跳下去了啊 红方已经杀过来了 没有龙了就开始肉搏 红方现在人好像多一些 蓝方这边还不肯放弃龙啊 哦 跳了一下 完了 把自己跳死了 还不如放弃龙 下来肉搏呢 你 跳不跳 不跳就下去 他们还可以用脚 支撑的时候还可以用脚来PK 这是啥情况 这这这这这这怎么打它 它自己掉下去了 坚持不住了 现在我们用鱼枪兵来玩一下 双方都是拉住了对方 一起掉了下去 哎 蓝方红方还有一些没有掉下去的 他们缠在了一块 我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钢丝球一样 哦 密密麻麻的掉下去了啊 就像支了一张大网一样 现在剩下一位一的状态 哎 又要跑到后方吗 就在这里决战摔了吧 好 这个蓝方 他是拉住了刚刚 前面缠打在一起的两名 哎哎哎哎哎哎哎 别想不开 别想不开 千万别别 哎呀 他等不及了呀 看看南瓜车好不好玩啊 哎 也有打在一起的啊 南瓜车是可以不停的弹的 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峡谷 有弹一些 但是弹力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玩啊 就是来回的可以弹在桥上啊 没有达到这种效果 上面已经封出了胜负啊 红防火射 来我们看一下海盗大炮之间的对决啊 哎嘿 这边刷了一个巨型的大炮 哇 这一个特写 太帅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个巨型大炮能不能赢 发射哦 子弹还是一样的 哦 谁赢了 还没有结束 还能再再打 还能再打 巨型大炮已经被打散架了 一个前方一个后方都是相互存活了 三辆大炮 跑不过去了 跑不过去了 路被堵伤了呀 哎呦 太执着了啊 来来来 你能不能开过来 发射一枚 跑弹 现在谁先开炮 谁就可以活射 啊 你看红防都聪明 我就不动 哎 我不动 最后咱们用太阳神 阿波罗来相互对抗一下 哇 这个闪的眼睛都看不清了 哇 这还是慢动作 你看连发模式下 阿波罗非常的恐怖啊 金光闪闪啊 而且他们是有闪避 现在蓝方损失的比较多一些嘛 哦 红方现在掉下去很多 蓝方获胜了啊 蓝方还有很多在场上啊 好的 咱们这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